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退出权力舞台后 近半年没有公开露面 网上广传影片显示 李克生前最后一次现身是参观敦煌莫高窟 当时的看上去气色还相当不错 想不到今天早晨传出是消息 令人觉得难以置信 社群媒体平台X前身 Twitter8月31日热传李克强现身莫高窟的影片 根据影片 克强在众人的陪同下参观莫高窟 随行还有设施 现场一众游客在旁高喊总理好 欢呼声不断 克强则笑容满面 未戴口罩 并向民众挥手致意 他身后边的官员于保镖则戴着口罩 李克强退后 少有公开露面 这次现身敦煌引起热议 不过 国官方媒体却未有任何报道 星岛头条APP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推出最新的观看